阿伯我来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那么最近呢有相当多的观众啊跟阿伯说 这个奶妈相当的OP 我们之前影片有提到嘛 但是他说他没有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只角色来取代整体的效果呢 也是相当的不错 那么就是我们的洛斯 没错 他找一只原生的A角 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那我们在待会的影片呢 就会详细的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不妨先帮阿伯点一个赞 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的最新资讯 然后我们就 影片开始 Let's go 奶妈在这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直接来 带大家看一下若是原生A的话 他只要放在场上 那么只要有军的目标 每次 释放这个技能 就可以 获得以下的塔罗牌之一 那么这边就有这个攻击提升15% 算是里面的千王是不是 哈哈 最好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你其他辅助角色有放出这个宝剑 可以获得速度提升15点的话 让气提升的速度加快 还有这个圣杯 例如说我们有时候会上这个电狼去让他上这个触电的效果 那如果他有获得到这个 圣杯的效果 那么他上触电的这个几率啊 就会大幅提升了 好再来这个技能到等级2的时候呢 战斗开始 我方全体啊 就可以获得一层生命的塔罗牌状态 那么这个塔罗牌状态呢 就可以让我们全体受到的伤害 减少15% 整体来说呢 算是相当的不错 再来到Lv.3 有方每次释放技能 所获得到的这个被动效果 还可以再提升40% 相当相当的OP 好再来看一下 到Lv.4 这个战斗开始 就可以直接 为全体这个敌方 获得一层命运的塔罗牌状态 那么这个命运塔罗牌状态呢 就可以让他们承受的伤害 提升5% 那受到这个魂系伤害呢 还会爆炸 对还会爆 好啦 那整体来说就算是 他不用放任何的一个技能 他就可以直接 为我方全体减伤 然后呢让敌方全体增伤 受到这个伤害增加 然后呢我们每次 施放技能的时候 就可以 获得到以上 这个随机的一些被动效果 真的是 相当相当 不错的一个角色 毕竟说 他不用放任何的这个技能 所以说 若是他完全 不需要练度呢 他就可以直接 上场了 但是呢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事情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他的这个被动效果啊 什么权杖 心臂 圣杯 还有宝剑 如果他是放在 替补位 的话 那么你 队友放技能 也是 不会触发的 也就是说你的 洛斯啊 他必须要在场上 他要在一个 先发的 阵容 或者说你把他 放在替补位 然后他 跳出来的 瞬间 他只要在场上的瞬间呢 如果你的队友有放技能 一样是可以 获得到被动效果 不过还是把他放在场上 整体的表现呢 会比较理想 好再来呢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 洛斯 究竟值不值得 把他上到一个 3S的等级 好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他的 必杀技能 可以对一个 单体造成 552%的一个 魂系伤害 然后呢 是一个控制技能 那有100%的机会呢 可以为其 附加一个 虚弱 那每次伤害有25%的机会 可以造成1秒的晕眩 一共是打7段啦 所以说 基本上呢 都是可以晕眩到对手 没有什么 一个太大的问题 算是一个 超级强的 断招技能 好再来看一下 他这个到Lv3之后呢 50%的这个 几率啊 为目标 可以再额外 附加一层 虚弱的状态 那么整体来说呢 这一招的话 比较适合拿来 当作一个断招的手段 基本上平常呢 是不太会去丢的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连招2 是一个范围的 技能可以对 敌方全体目标 附加命运塔罗牌的状态 持续15秒 升级到Lv2同时呢 还可以为全体的队友 附加一层 生命的塔罗牌状态 好再Lv3呢 就是 敌方生命值最低的 还会再被附加一层 然后我方生命值最低的 也可以再额外的 附加一层 那 这个技能呢 就是落实他的吃饭技能了 他的这一招技能 除了可以造成很大量的 伤害之外 同时呢 还可以大幅提升 我们整队的整体的 这个生存能力 真的是 非常万用的一个角色 好 在这个命运塔罗牌啊 他只要受到这个魂系伤害 他就会引爆 然后呢 就会造成一个小范围的 230%的一个伤害 那么通常对手 场上会有三只嘛 所以大概呢 是可以打出个690%的伤害 整体来说 并不是说很理想 不过呢 他只要把这个专属武器伸出来之后 就会变得非常的恐怖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强化20 命运塔罗牌爆炸 对敌方的目标造成魂系的伤害 变成真实伤害 真实伤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谓的 无视防御的一个伤害 好 再来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格斗意志呢 施胆技能后 自身呢 就可以获得一层攻击提升的一个buff 那么我们之前有提到说这个 Elena Elena她为什么强 就是因为可以帮队友加这个攻击提升嘛 那么洛斯呢 她自己每次放一次技能 就可以得到这个攻击提升的状态 所以说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恶心 再来支援剂的部分呢 只要我方有击杀敌方目标的时候呢 全体的队友就可以获得一层攻击提升 也算是相当不错用的一个支援剂 再来加30解锁生命塔罗牌可以额外 为目标区散一个负面的效果 并附加持续回复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它可以让这个生命塔罗牌呢 整体回血量 再得到一个提升 不过倒是比较还好啦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二十解锁的部分 那么虽然说这边可以造成一个真实的伤害 不过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说 他的这个命运塔罗牌的部分呢 你必须要用一个魂系的伤害 才可以去把他引爆 那么通常呢 这边阿贝是最建议说去搭配我们的黑肯 因为黑肯他的这个第二招可以白嫖 白嫖之后呢 刚好他就是打一个范围的一个魂系伤害 而且算是一个大范围 也就是说 当这个黑肯 只要跟洛斯搭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变得 非常非常的 恐怖 好再来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洛斯的第3招也是一个范围的伤害 那一共呢是可以打出662%的一个魂系伤害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黑肯的话 你就必须要自己来去引爆这个命运塔罗牌 第二次接招就必须要去用这个洛斯的第3招 不过他的第3招这个伤害系数整体来说 只有719%算是非常的低 算是非常的低 所以说 通常啦我们用洛斯也不会去放他的第3招 我们最主要呢 就是去放他的第2招 好那我这边呢 就来做一个结论 那如果是以A角的部分呢 整体来说他就算是蛮不错用的嘛 只要有一只原生A 他的这个被动技能就可以让你获得到这些buff 再来他的这个命运塔罗牌还有生命塔罗牌部分呢 也可以让对手受到伤害增加 也可以为我方呢得到一个减伤的效果 好再来呢 来看一下究竟洛斯这只角色呢 值不值得我们把他投资到3S的一个等级 那么相信之前有玩过一臂到底的观众应该就知道洛斯他的重要性 基本上一个阵容里面如果有洛斯跟没有洛斯 这个整体的强度就会落差蛮大的 更何况当时的这个一臂到底呢 是还没有出黑肯这个角色 那么现在有黑肯这个角色之后呢 洛斯他的这个强度啊 又再更上一层楼了 所以阿伯对于洛斯的整体瑜伽呢 我觉得是算是 目前所有中模角色里面 最值得把他练到3S的一个角色 毕竟他太万用了 再加上洛斯只要上到2S的一个等级 开启专武之后强化到20 就可以打出一个真实的伤害 那不像其他的这个中模角 通常都是要上到3S才可以发挥出他们的效果 不过呢老话一句 阿伯还是建议说 大家先把这个钻石存着 看以后呢 会不会出更OP的中模角色 好那阿伯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 希望啊 对你们会有帮助 如果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板提问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阿伯我们 下集再见 拜拜 就算他们照到他们也看不到吧 我可不可以先把这个 警笛给关了啊 吵死了 可以耶 熄火了熄火了 诶 有没有 越来越 越来越可以了对不对 诶诶诶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